野草是鲁迅唯一一部短篇散文诗集 收录了鲁迅在1924年9月至1926年4月所写的散文诗23篇 包括秋叶、复仇、希望、雪、死火、过客、利论、逸绝、风筝等 于1927年由北新书局出版 提词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 我觉得充实 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 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 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 死亡的生命已经修复 我对于这修复有大欢喜 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 生命的泥尾漆在地面上 不生桥木 只生野草 这是我的罪过 野草 根本不深 花叶不美 然而吸取鹿 吸取水 吸取沉死人的血和肉 各个夺取它的生存 当生存时 还是将遭践踏 将遭山溢 直至于死亡而修复 但我坦然 欣然 我将大笑 我将歌唱 我自爱我的野草 但我增悟这以野草 造作装饰的地面 地火在地下运行 奔突 熔岩一旦喷出 将烧尽一切野草 以及桥木 于是并且无可修复 但我坦然 欣然 我将大笑 我将歌唱 天地有如此静默 我不能大笑 而且歌唱 天地即不如此静默 我或者也将不能 我以这一丛野草 在明与暗 生与死 过去与未来之际 陷于有与愁 人与受 爱者与不爱者 之前作证 为我自己 为有与愁 人与受 爱者与不爱者 我希望这野草的 修复 火速到来 要不然 我先就未曾生存 这实在比死亡 与修复更起不幸 去吧 野草 连着我的题词 1927年4月26日 鲁迅 寄于广州之白云楼上 秋夜 1924年9月25日 在我的后园 可以看见墙外 有两株树 一株是枣树 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这上面的夜的天空 奇怪而高 我生平没有见过这样的 奇怪而高的天空 它仿佛要离开人间而去 使人们仰面不再看见 然而现在却非常之蓝 闪闪地眨着几十个星星的眼 冷眼 它的口角上 现出微笑 似乎自以为大有深意 而将繁霜 撒在我的园里的野花草上 我不知道那些花草真叫什么名字 人们叫它们什么名字 我记得有一种开过极细小的粉红花 现在还开着 但是更极细小了 它在冷的液气中 色缩地做梦 梦见春的到来 梦见秋的到来 梦见兽的诗人将眼泪擦在他最末的花瓣上 告诉他秋虽然来 冬虽然来 而此后接着还是春 蝴蝶乱飞 蜜蜂都唱起春词来了 他于是一笑 虽然颜色冻得红惨惨的 仍然色缩着 枣树 它们简直落进了叶子 先前 还有一两个孩子 来打它们别人打圣的枣子 现在是一个也不剩了 连叶子也落尽了 他知道小粉红花的梦 秋后要有春 他也知道落叶的梦 春后还是秋 他简直落尽叶子 单胜甘子 然而脱了当初满树式果实 和叶子时候的弧形 欠身得很舒服 但是 有几只还低压着 护定他从打枣的干烧所得的皮伤 而最直最长的几只 却以默默的铁式地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 使天空闪闪的鬼眨眼 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 使月亮窘得发白 鬼眨眼的天空月家非常之蓝 不安了 仿佛想离去人间 避开枣树 只将月亮剩下 然而月亮也暗暗地躲到东边去了 而一无所有的钉子 却仍然默默地铁式地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 一亿要致他的死命 不管他各式各样地眨着许多蛊惑的眼睛 哇的一声 夜游的恶鸟飞过了 我忽而听到夜半的笑声 痴痴的 似乎不愿意惊动睡着的人 然而四围的空气都应合着笑 夜半 没有别的人 我即刻听出这声音就在我嘴里 我也即刻被这笑声所驱逐 回进自己的房 灯火的袋子也即刻被我悬高了 后窗的玻璃上叮叮的响 还有许多小飞虫乱撞 不多久 几个进来了 许是从窗纸的破孔进来的 他们一进来 又在玻璃的灯罩上撞得叮叮的响 一个从上面撞进去了 他于是遇到火 而且我以为这火是真的 两三个却休息在灯的纸罩上喘气 那照是昨晚新换的照 雪白的纸 折出波浪纹的叠痕 一脚还画出一只新红色的枝子 新红的枝子开花时 枣树又要做小粉红花的梦 轻松地弯成弧形了 我又听到夜半的笑声 我赶紧砍断我的心绪 看那老在白纸罩上的小青虫 头大为小 像日葵子似的 只有半粒小麦那么大 变身的颜色 苍翠的可爱 可怜 我打一个哈欠 点起一支纸烟 喷出烟来 对着灯默默地静电 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 颖的告别 坐于1924年 人睡到不知道时候的时候 就会由颖来告别 说出那些话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 我不愿去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 我不愿去 有我所不乐意的 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 我不愿去 然而你就是我所不乐意的 朋友 我不想跟随你了 我不愿住 我不愿意 呜呼呜呼 我不愿意 我不如彷徨于无地 我不过一个影 要别你而沉默在黑暗里了 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 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 然而我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 我不如在黑暗里沉默 然而我终于彷徨于明暗之间 我不知道是黄昏还是黎明 我姑且举灰黑的手装做喝干一杯酒 我将在不知道时候的时候 独自远行 呜呼呜呼 倘若黄昏 黑夜自然会来沉默我 否则 我要被白天消失 如果现实黎明 朋友 时候近了 我将向黑暗里 彷徨于无地 你还想我的赠品 我能献你什么呢 无疑 则仍是黑暗和虚空而已 但是 我愿意只是黑暗 或者会消失于你的白天 我愿意只是虚空 绝不占你的心地 我愿意这样 朋友 我独自远行 不但没有你 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 只有我被黑暗沉默 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 求其者 坐于1924年 我顺着波落的高墙走路 踏着松的灰土 另外有几个人 各自走路 微风起来 露在墙头的高树的枝条 带着还未干枯的叶子 在我头上摇动 微风起来 四面都是灰土 一个孩子向我求起 也穿着夹衣 也不见得悲戏 而拦着磕头 追着哀呼 我厌恶他的声调 态度 我憎恨他并不悲哀 禁于儿戏 我烦艳 他这追着哀呼 我走路 另外有几个人 各自走路 微风起来 四面都是灰土 一个孩子向我求起 也穿着夹衣 也不见得悲戏 但是雅的 摊开手 装着首饰 我就憎恶他这首饰 而且 他或者并不雅 这不过是一种 求起的法子 我不不失 我无不识心 我但居不识者之上 给予烦腻 疑心 憎恶 我顺着倒拜的泥墙 走路 断砖叠在墙缺口 墙里面没有什么 微风起来 宋秋寒穿透我的夹衣 四面都是灰土 我想着 我将用什么方法求起 发声 用怎样声调 装哑 用怎样首饰 另外有几个人 各自走路 我将得不到不失 得不到不失心 我将得到自居于 不失之上者的烦腻 疑心 憎恶 我将用无所为 和沉默求起 我至少将得到虚无 我至少将得到虚无 微风起来 四面都是灰土 另外有几个人 各自走路 灰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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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失恋 你鼓的心打油 你鼓的心打油尸 坐于1924年10月3日 我的所爱在山腰 想去寻他山太高 低头无法泪沾袍 爱人赠我百叠金 回他什么 猫头鹰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惜使我心惊 我的所爱在闹事 想去寻他人拥挤 养头无法泪沾耳 爱人赠我双燕图 回他什么 冰糖葫芦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惜使我糊涂 我的所爱在河滨 想去寻他河水深 歪头无法泪沾金 爱人赠我金表索 回他什么 发汗药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惜使我神经衰弱 我的所爱在豪家 想去寻他兮 没有汽车 摇头无法泪如麻 爱人赠我玫瑰花 回他什么 赤脸蛇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惜 由他去罢 复仇 作于1924年12月20日 人的皮肤之后 大概不到半分 鲜红的热血 就寻着那后面 在比秘密层层的爬在墙壁上的怀残 更其密的血管里奔流 散出温热 于是各以这温热互相蛊惑 煽动 牵引 拼命地吸求威仪 接吻 拥抱 以得生命的沉憨的大欢喜 但倘若用一柄尖尖锐的利刃 只一击 穿透这桃红色的 菲薄的皮肤 将见那鲜红的热血基建式的 以所有温热直接灌溉杀戮者 其次 则给以冰冷的呼吸 是以淡白的嘴唇 使之人性茫然 得到生命的飞扬的 极致的大欢喜 而其自身 则永远沉浸于 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 这样 所以 有他们俩裸着全身 捏住利刃 对立于广莫的旷野之上 他们俩将要拥抱 将要杀戮 路人们从四面奔来 密密层层的 如淮蚕爬上墙壁 如蚂蚁要扛响头 衣服都漂亮 手到空的 然而从四面奔来 而且拼命地伸长镜子 要赏见这拥抱或杀戮 他们已经欲绝着 事后的自己的舌上的汗 或血的鲜味 然而他们俩对立着 在广莫的旷野之上 落住全身 捏住利刃 然而也不拥抱 也不杀戮 而且 也不见有拥抱或杀戮之意 他们俩这样的 置于永久 圆活的身体 亦将干枯 然而毫不见有拥抱 或杀戮之意 路人们于是乎无聊 觉得有无聊 钻进他们的毛孔 觉得有无聊 从他们自己的心中 由毛孔钻出 爬满旷野 又钻进别人的毛孔中 他们于是觉得喉舌干燥 脖子也乏了 终至于面面相去 慢慢走散 甚而至于居然觉得 干枯到失了声去 于是只剩下广莫的旷野 而他们俩在其间 裸着全身 捏住利刃 干枯地立着 以死人式的眼光 赏见这路人们的干枯 无邪的大路 而永远沉浸于生命的 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 复仇其二 坐于1924年12月20日 因为他自以为神之子 以色列的王 所以去定十字架 兵丁们给他穿上紫袍 戴上金冠 庆贺他 又拿一根尾子 打他的头 吐他 去膝拜他 戏弄完了 就给他脱了紫袍 仍穿他自己的衣服 看啊 他们打他的头 吐他 拜他 他不肯喝那用 没药调和的酒 要分明地玩 为以色列人 怎样对付 他们的神之子 而且叫永久地 悲悯他们的前途 然而仇恨他们的现在 四面都是敌意 可悲悯的 可咒诅的 丁丁地想 定肩从掌心穿透 他们要定杀 他们的神之子了 可敏的人们喝 使他痛得柔和 丁丁地想 定肩从脚背穿透 定碎了一块骨 痛楚也透到心碎中 然而他们自己 定杀着他们的神之子了 可咒诅的人们喝 这使他痛得舒服 十字架竖起来了 他悬在虚空中 他没有喝那用 没药调和的酒 要分明地玩 为以色列人 怎样对付 他们的神之子 而且叫永久地 悲悯他们的前途 然而仇恨他们的现在 路人都辱骂他 祭司长和文士 也戏弄他 和他同钉的两个强盗 也讥较他 看啊 和他同钉的 四面都是敌意 可悲悯的 可咒诅的 他在手足的痛楚中 玩味着可敏的人们的定杀神之子的悲哀和可咒诅的人们要定杀神之子 而神之子就要被定杀了的欢喜 突然间 突然间 碎骨的大痛楚透到心碎了 他即审憨于大欢喜和大悲悯中 他腹部波动了 悲悯和咒诅的痛楚的波 变得都黑暗了 我的上帝 你为什么离弃我 上帝离弃了他 他终于还是一个人之子 然而以色列人连人之子都定杀了 定杀了人之子的人们身上 比定杀了神之子的尤其血污 血腥 希望 坐于1925年1月1日 我的心分外的寂寞 然而 我的心很平安 没有爱憎 没有哀怨 也没有颜色和声音 我大概老了 我的头发已经苍白 不是很明白的事吗 我的手颤抖着 不是很明白的事吗 那么 我的灵魂的手 一定也颤抖着 头发也一定苍白了 然而 这是许多年前的事了 这以前 我的心也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 血和铁 火焰和毒 恢复和报酬 而忽而这些都空虚了 但有时故意地填 以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 希望 希望 用这希望的顿 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 虽然顿后面 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 然而 就是如此 陆续地耗尽了我的青春 我早先起不知我的青春已经逝去了 但以为身外的青春固在 星 月光 江坠的蝴蝶 暗中的花 猫头鹰的不祥之言 杜鹃的提屑 笑的渺茫 爱的响舞 虽然是悲凉飘渺的青春吧 然而究竟是青春 然而现在何以如此寂寞 难道连身外的青春也都逝去 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吗 我只得由我来肉薄 这空虚中的暗夜了 我放下了希望之盾 我听到山多尔 裴多菲的希望之歌 希望是什么 是娼妓 她对谁都蛊惑 将一切都献给 待你牺牲了极多的宝贝 你的青春 她就气掉你 这伟大的抒情诗人 匈牙利的爱国者 为了祖国而死在 可萨克兵的毛肩上 已经七十五年了 悲哉死也 然而更可悲的是 她的诗至今没有死 但是可惨的人生 桀骜英勇如 裴多菲 也终于对了暗夜止步 回顾着茫茫的东方了 她说 绝望之为虚妄 正与希望相同 唐使我还得偷生在 不明不暗的这虚妄中 我就还要寻求 那是去的悲凉 挑渺的青春 但不防在我的身外 因为身外的青春 躺一消灭 我身中的池暮 也急凋零了 然而现在没有星和月光 没有僵坠的蝴蝶 已知笑得渺茫 爱得响我 然而青年们很平安 我只得由我来肉薄 这空虚中的暗夜了 纵使寻不到身外的青春 也总得自己来移至 我身中的池暮 但暗夜又在哪里呢 现在没有星 没有月光 已知笑得渺茫 和爱的响舞 青年们很平安 而我的面前又静置于 并且没有真的暗夜 绝望之为虚妄 正与希望相同 雪 坐于1925年1月18日 暖国的雨 向来没有变过冰冷的 坚硬的灿烂的雪花 薄食的人们觉得它单调 它自己也以为不幸否焉 江南的雪 可是滋润美艳之质了 那是还在隐约着的青春的消息 是极壮健的厨子的皮肤 雪夜中有血红的宝珠山茶 白中饮清的丹瓣梅花 深黄的沁口的辣梅花 雪下面还有冷绿的杂草 蝴蝶却乎没有 蜜蜂是否来采山茶花和梅花的蜜 我可记不真切了 但我的眼前仿佛看见冬花 开在雪夜中 有许多蜜蜂们忙碌地飞着 也听得它们嗡嗡地闹着 孩子们喝着冻得通红 像紫牙江一般的小手 七八个一起来速雪罗汉 因为不成功 谁的父亲也来帮忙了 罗汉就速得比孩子们高得多 虽然不过是上小下大的一堆 终于分不清是葫芦还是罗汉 然而很洁白 很明艳 以自身的滋润向年节 整个的闪闪的声光 孩子们用龙眼盒给它做眼珠 又从谁的母亲的脂粉帘中 偷的胭脂来涂在嘴唇上 这回却是一个大阿罗汉了 他也就目光灼灼地 嘴唇通红地坐在雪地里 第二天还有几个孩子来访问他 对了他拍手 点头 嬉笑 但他终于独自坐着了 晴天又来消失他的皮肤 寒液又使他结一层冰 化作不透明的水晶模样 连续的晴天 又使他成为不知道算什么 而嘴上的胭脂也退尽了 但是 朔方的雪花在纷飞之后 却永远如粉 如沙 他们绝不粘连 洒在屋上 地上 枯草上 就是这样 屋上的雪 是早已就有消化了的 因为屋里居人的火的温热 别的 在晴天之下 旋风呼来 便蓬勃地纷飞 在日光中灿灿的声光 如包藏火焰的大雾 旋转而且生腾 弥漫太空 使太空旋转而且生腾的闪烁 在无边的旷野上 在凛冽的天雨下 闪闪地旋转生腾着的是雨的惊魂 是的 那是孤独的雪 是死掉的雨 是雨的惊魂 风筝 坐于1925年1月24日 北京的冬季 地上还有积雪 灰黑色的突树之鸭 差于晴朗的天空中 而远处有一二风筝浮动 在我是一种惊异和悲哀 故乡的风筝时节 是春二月 躺听到沙沙的风轮声 仰头便能看见一个淡墨色的泄风筝 或嫩蓝色的蜈蚣风筝 还有寂寞的瓦片风筝 没有风轮 又放得很低 凌丁地显出憔悴可怜的模样 但此时地上的杨柳 已经发芽 早的山桃也多土垒 和孩子们的天上的点缀相照应 打成一片春日的温和 我现在在哪里呢 四面都还是严冬的肃沙 而久经绝别的故乡的 久经逝去的春天 却就在这天空中荡漾了 但我是向来不爱放风筝的 不但不爱 并且嫌恶他 因为我以为这是没出息孩子 所做的玩意 和我相反的 是我的小兄弟 他那时大概十岁内外吧 多病 受得不堪 然而最喜欢风筝 自己买不起 我又不许放 他只得张着小嘴 待看着空中出神 有时静止于小半日 远处的谢风筝突然落下来了 他惊呼 两个瓦片风筝的缠绕解开了 他高兴地跳跃 他的这些 在我看来都是笑柄 可比的 有一天 我忽然想起 似乎多日不狠看见他了 但记得 曾见他在后园时枯竹 我恍然大悟似的 便跑向少有人去的 一间堆积杂物的小屋去 推开门 果然就在尘封的食物堆中 发见了他 他向着大方凳 坐在小凳上 便很惊慌地站了起来 湿了瑟瑟缩着 大方凳旁靠着一个 蝴蝶风筝的竹骨 还没有胡上纸 凳上是一对 做眼睛用的小风轮 正用红纸条装饰着 将要完工了 我在破获秘密的满足中 又很愤怒他的 瞒了我的眼睛 这样苦心孤意地来偷作 没出息孩子的玩意 我即刻伸手折断了 蝴蝶的一只赤骨 又将风轮置在地下 踏扁了 论掌幼 论力气 他是都敌不过我的 我当然得到完全的胜利 于是傲然走出 留他绝望地站在小屋里 后来他怎样 我不知道 也没有留心 然而 我的惩罚终于轮到了 在我们离别的很久之后 我已经是中年 我不幸偶尔看到了一本 外国的讲论儿童的书 才知道游戏 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 玩具是儿童的天使 于是 二十年来 毫不一急的幼小时候 对于精神的虐杀的这一幕 呼得在眼前展开 而我的心 也仿佛同时变了千块 很重很重地坠下去了 但心又不静跺下去 而至于断绝 他只是很重很重地跺着 跺着 我也知道补过的方法的 送他风筝 赞成他放 劝他放 我和他一同放 我们嚷着 跑着 笑着 然而他其实 已经和我一样 早已有了胡子了 我也知道 还有一个补过的方法的 去讨他的宽恕 等他说 我可是毫不怪你喝 那么 我的心 一定就轻松了 这却是一个可行的方法 有一回 我们会面的时候 是脸上 都已天刻了许多 生得辛苦的条纹 而我的心 很沉重 我们渐渐谈起 而时的就是来 我便叙述到这一节 自说少年时代的糊涂 我可是毫不怪你喝 我想 他要说了 我即刻便受了宽恕 我的心 从此也宽松了吧 有过这样的事吗 他精益地笑着说 就像旁听着 别人的故事一样 他什么也记不得了 全然忘却 毫无怨恨 又有什么宽恕之可言呢 无怨的数 说谎罢了 我还能希求什么呢 我的心只得沉重着 现在 故乡的春天 又在这一地的空中了 既给我 久经是去的 儿时的回忆 而一并也带着 无可把握的悲哀 我倒不如 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吧 但是 四面又明明是严冬 正给我 非常的寒威和冷气 好的故事 坐于1925年2月24日 灯火渐渐地缩小了 再预告石油的已经不多 石油又不是老牌 早熏的灯罩 很昏暗 鞭豹的反响在四尽 烟草的烟雾在身边 是昏尘的夜 我闭了眼睛 向后一仰 靠在一背上 捏着初学记的首歌 在西科上 我在朦胧中 看见一个好的故事 这故事很美丽 优雅 有趣 许多美帝人和美的事 错综起来像一天云紧 而且万科奔心似的飞动着 同时又展开去 以至于无穷 我庞佛 记得曾坐小船经过山音道 两岸边的乌旧 新河 野花 鸡 狗 丛树和枯树 茅屋 塔 切栏 农夫和村妇 村女 晒着的衣裳 河上 河上 梭丽 天 云 竹 都倒影 在城壁的小河中 随着每一打架 哥哥加带了闪烁的日光 并水里的平枣 游鱼 一同荡漾 诸影 诸物 无不解散 而且摇动 扩大 互相融合 刚毅融合 却又退缩 附近于原形 边缘都参差如下云头 镶着日光 发出水银色艳 凡是我所经过的河 都是如此 现在我所见的故事 也如此 水中的青天的底子 一切事物 统在上面交错 支撑一篇 永世生动 永世展开 我看不见 这一篇的结束 河边枯柳树下的 几只瘦削的一帐红 该是村女种的吧 大红花和斑红花 都在水里面浮动 忽而碎散 拉长了 屡屡地腌制水 然而没有晕 茅屋 狗 塔 村女 云 也都浮动着 大红花一朵朵 全被拉长了 这时是颇刺奔泵的红锦带 带之入狗中 狗之入白云中 白云之入村女中 在一瞬间 它们又将退缩了 但斑红花影也已碎散 身长 就要织进塔 村女 狗 茅屋 云里去 现在我所见的故事 清楚起来了 美丽 优雅 有趣 而且光明 青天上面 有无数美的人和美的故事 我一一看见 一一知道 我就要凝视它们 我正要凝视它们时 骤然一惊 睁开眼 云锦也已皱促 凌乱 庞佛有谁 至一块大石下河水中 水波陡然起立 将整天的影子撕成片片了 我无意识地赶忙捏住 几乎坠地的初学记 眼前还映着几点红泥色的碎影 我真爱这篇好的故事 趁碎影还在 我要追回它 完成它 留下它 我抛了书 欠身伸手去取笔 何尝有一丝碎影 只见昏暗的灯光 我不在小船里了 但我总记得见过这一篇好的故事 在昏尘的夜 过客 坐于1925年3月2日 十或一日的黄昏 地或一处 人 老翁 约七十岁 白头发 黑长袍 女孩 约十岁 紫发 乌眼珠 白底黑方阁长山 过客 约三四十岁 状态困顿绝强 眼光阴沉 黑须 乱发 黑色短衣裤皆破碎 赤足柱破鞋 鞋下挂一个口袋 支柱等身的竹杖 东 是几株杂树和瓦砾 西 是荒凉破败的丛葬 其间有一条四路非路的痕迹 一间小土屋向着痕迹 开着一扇门 门侧有一段枯树根 女孩正要将坐在树根上的老翁掺起 翁 孩子 喂 孩子 怎么不动了呢 嗨 有水走来了 看一看吧 翁 不用看它 扶我进去吧 太阳要下去了 嗨 我 看一看 翁 爱 你这孩子 天天看见天 看见土 看见风 还不够好看吗 什么也不比这些好看 你天是要看谁 太阳下去时候出现的东西 不会给你什么好处的 还是进去吧 嗨 可是 已经进来了 啊 是一个乞丐 翁 乞丐 不见得吧 过客 过客从东面的杂树间 呛亮走出 暂时愁愁之后 慢慢地走进老翁去 客 老丈 你晚上好 翁 啊 好 托福 你好 客 老丈 我实在冒昧 我想在你那里讨一杯水喝 我走得可及了 这地方 这地方又没有一个池塘 一个水洼 翁 嗯 可以可以 你请坐吧 孩子 你拿水来 杯子要洗干净 女孩默默地走进土屋去 翁 客官 你请坐 你是怎么称呼的 客 称呼 我不知道 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 我就知一个人 我不知道 我本来叫什么 我一路走 有时人们也随便称呼我 各式各样 我也记不清楚了 况且相同的称呼 也没有听到过第二回 翁 啊 那么 你是从哪里来的呢 客 我不知道 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 我就在这么走 翁 对了 那么 我可以问你到哪里去吗 客 自然可以 但是 我不知道 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 我就在这么走 要走到一个地方去 这地方就在前面 我单计得走了许多路 现在来到这里了 我接着就要走向那边去 前面 女孩小心地捧出一个墓碑来 地去 客 多谢 姑娘 多谢 姑娘 这真是少有的好意 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感谢 翁 不要这么感激 这与你是没有好处的 客 是的 这与我没有好处 可是我现在很恢复了些力气了 我就要前去 老丈 你大约是久住在这里的 你可知道 前面是怎么一个所在吗 翁 前面 前面 是坟 客 坟 海 不 不 不 那里有许多许多野百合 野强威 我常常去玩 去看它们的 客 不错 那些地方有许多许多野百合 野强威 我也常常去玩过 去看过的 但是 那是坟 老丈 走完了那坟地之后呢 翁 走完之后 那我可不知道 我没有走过 客 不知道 海 我也不知道 翁 我单知道南边 北边 东边 你的来路 那是我最熟悉的地方 也许倒是于你们最好的地方 你莫怪我多嘴 据我看来 你已经这么劳顿了 还不如回转去 因为你前去野料 不定可能走完 客 料不定可能走完 那不行 我只得走 回到那里去 就没一处 没有明目 没一处 没有地主 没一处 没有驱逐和牢笼 没一处 没有皮面的笑容 没一处 没有矿外的眼泪 我憎恶它们 我不回转去 翁 那也不然 你也会遇见心底的眼泪 为你的悲哀 克 不 我不愿看见 它们心底的眼泪 不要它们为我的悲哀 翁 那么 你 你只得走了 克 是的 我只得走了 况且 还有声音常在前面催促我 叫唤我 使我息不下 可恨的是我的脚 早经走破了 有许多伤 流了许多血 因此 我的血不够了 我要喝些血 但血在哪里呢 可是我也不愿意喝无论谁的血 我值得喝些水 来补充我的血 一路上总有水 我倒也并不感到什么不足 只是我的力气太稀薄了 血里面太多了水的缘故吧 今天连一个小水洼也遇不到 也就是少走了路的缘故吧 翁 那也未必 太阳下去了 我想 还不如休息一会的好吧 像我似的 可 但是 那前面的声音 叫我走 翁 我知道 可 你知道 你知道那声音吗 翁 是的 他似乎曾经也叫过我 可 那也就是现在叫我的声音吗 翁 那我可不知道 他也就是叫过几声 我不理他 他也就不叫了 我也就记不清楚了 可 诶 不理他 不行 我还是走得好 我吸不下 可恨我的脚早经走破了 嗨 给你 裹上你的伤去 可 多谢 姑娘 这真是 这真是极少有的好意 这能使我可以走更多的路 但是 不行 姑娘 还了你吧 还是裹不下 况且这太多的好意 我没法感激 翁 你不要这么感激 这与你没有好处 可 是的 这与我没有什么好处 但在我 这不诗是最上的东西了 你看 我全身上可有这样的 翁 你不要当真就是 呵 是的 但是我不能 我怕我会这样 唐使我得到了谁的不诗 我就要像雾鹰看见死尸一样 在四尽徘徊 祝愿他的灭亡 给我亲自看见 或者咒诅咒诅他以外的一切全都灭亡 连我自己 因为我就应该得到咒诅 但是我还没有这样的力量 即使有这力量 我也不愿意他有这样的境遇 因为他们大概总不愿意有这样的境遇 我想 这最稳当 姑娘 你这步骗太好 可是太小一点了 还了你爸 嗨 我不要了 你带走 可 哦 因为我拿过了 嗨 你装在那里 去玩玩 可 但这背在身上 怎么走呢 嗡 你吸不下 也就背不动 休息一会 就没有什么了 嗑 对脸 休息 不 我不能 我还是走好 嗡 你总不愿意休息吗 嗑 我愿意休息 嗡 那么 你就休息一会吧 嗑 但是 我不能 嗡 你总还是觉得走好吗 呵 是的 还是走好 嗡 那么 你还是走好吧 嗑 姑娘 这还你 请你收回去 女孩京剧 联手 要躲进土屋里去 嗡 你带去吧 要是太重了 可以随时抛在坟地里面的 嗨 啊 那不行 嗑 啊 那不行的 嗡 那么 你挂在野百合野墙威上就是了 嗨 哈哈 好 嗡 哦 即暂时中 沉默 嗡 那么 再见了 祝你平安 孩子 扶我进去吧 你看 太阳早已下去了 呵 多谢你们 祝你们平安 然而我不能 我只得走 我还是走好吧 女孩扶老人走进土屋 随即关了门 过客向野地里呛亮地闯进去 夜色跟在他后面 死火 坐于1925年4月23日 我梦见自己在冰山间奔驰 这是高大的冰山 上街冰天 天上洞云弥漫 片片如鱼林模样 山路有冰树林 枝叶都如松山 一切冰冷 一切清白 但我忽然坠在冰谷中 上下四旁无不冰冷 清白 而一切清白冰上 却有红影无数 纠结如珊瑚网 我俯看脚下 有火焰在 这是死火 有炎炎的形 但毫不摇动 全体冰结 像珊瑚枝 尖端还有凝固的黑烟 一着才从火宅中出 所以枯礁 这样 硬在冰的四壁 而且互相反应 化成无量树影 使这冰谷 呈红珊瑚色 哈哈 当我幼小的时候 本就爱看快剑 激起的浪花 红炉喷出的烈焰 不但爱看 还想看清 可惜它们都细细变换 永无定型 虽然凝视又凝视 总不留下怎样一定的迹象 死的火焰 现在先得到了你了 我拾起死火 正要细看 那冷气已使我的指头胶着 但是 我还熬着 将它塞入衣袋中间 冰谷四面 灯时完全清白 我一面思索着 走出冰谷的法子 我的身上 喷出一缕黑烟 上升如铁线蛇 冰谷四面 又灯时满有红烟流动 如大火炬 将我包围 我低头一看 死火已经燃烧 烧穿了我的衣裳 留在冰地上了 爱 朋友 你用了你的温热 将我惊醒了 他说 我连忙和他招呼 问他明信 我原先被人遗弃在冰谷中 他答非所问地说 遗弃我的早已灭亡 消尽了 我也被冰冻冻得要死 唐使你不给我温热 使我重行烧起 我不久就须灭亡 你的醒来 使我欢喜 我正在想着走出冰谷的方法 我愿意携带你去 使你永不冰结 永得燃烧 哎 那么 我将烧完 你的烧完 使我惋惜 我便将你留下 仍在这里吧 哎 那么 我将冻灭了 那么 怎么办呢 但你自己 又怎么办呢 他反而问 我说过了 我要出这冰谷 那我就不如烧完 他忽而跃起 如红彗星 并我都出冰谷口外 有大石车突然迟来 我终于碾死在车轮底下 但我还来得及看见 那车坠入冰谷中 哈哈 你们是再也遇不着死火了 我得意地笑着说 仿佛就愿意这样似的 狗的伯洁 坐于1925年4月23日 我梦见自己 在爱象中行走 一缕破碎 向起使者 一条狗在背后叫起来了 我傲慢地回顾 叱咋说 呆 住口 你这势利的狗 兮兮 他笑了 还接着说 不敢 愧不如人呢 什么 我气愤了 觉得这是一个极端的侮辱 我惭愧 我终于还不知道分别同和淫 还不知道分别不合仇 还不知道分别官和民 还不知道分别主和奴 还不知道 我逃走了 且慢 我们再谈谈 他在后面大声挽留 我一静逃走 尽力地走 直到逃出梦境 躺在自己的床上 失调的好地狗 坐于1925年6月16日 我梦见自己躺在床上 在荒寒的野外 地狱的旁边 一切鬼魂们的叫唤无不低微 燃有秩序 与火焰的怒吼 游的沸腾 刚叉的阵战 相和明 造成最新的大乐 不告三界 天下太平 有一个伟大的男子 站在我面前 美丽 慈悲 变身有大光辉 然而我知道 它是魔鬼 一切都已完结 一切都已完结 可怜的鬼魂们 将那好的地狱失掉了 他悲愤地说 于是坐下 讲给我一个 他所知道的故事 天地做蜂蜜色的时候 就是魔鬼战胜天神 掌握了主宰一切的 大威权的时候 他收得天国 收得人间 也收得地狱 他于是亲临地狱 坐在中央 变身发大光辉 召见一切鬼众 地狱原已废弃得很久了 剑树消却光芒 废游的边缘 早不腾涌 大火炬有时不过冒些青烟 远处还萌生曼陀罗花 花极细小 惨白而可怜 那是不足为奇的 因为地上曾经大被焚烧 自然失了他的肥沃 鬼魂们在冷油温火里醒来 从魔鬼的光辉中 看见地狱小花 惨白可怜 被大蛊惑 疏忽间记起人事 莫想至不知己多年 最同时向着人间 发一声反育的绝叫 人类便应生而起 仗义直言 与魔鬼战斗 战声变满三界 远过雷霆 终于运大谋略 不大网罗 使魔鬼并且不得不从地狱出走 最后的胜利 使地狱门上 也竖了人类的惊奇 当鬼魂们一起欢呼时 人类的整翅地狱使者 已临地狱 坐在中央 用人类的威严 斥扎一切鬼众 当鬼魂们又发出一声 反育的绝叫时 即已成为人类的叛徒 得到永久沉沦的法 迁入建树林的中央 人类于是完全掌握了地狱的大威权 那威冷且在魔鬼椅上 人类于是整顿废驰 先给牛手阿旁 以最高的凤草 而且 天心加火 魔力刀山 使地狱全体改观 一喜先前颓废的气象 曼陀罗花立即交哭了 油一样肺 刀一样鲜 火一样热 鬼众一样身吟 一样婉转 至于都不暇记起失掉的好地狱 这是人类的成功 是鬼魂的不幸 朋友 你在猜疑我了 是的 你是人 我且去寻野兽和恶鬼 穆杰文 坐于1925年6月17日 我梦见自己正和穆杰对立 读上面的课词 那穆杰似是杀石所至 剥落很多 又有苔藓丛生 仅存有限的文具 于浩哥狂热之际中 寒于天上看见深渊 于一切眼中看见 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有一游魂 化为长蛇 口有毒牙 不以灭人 自灭其身 终以允边 离开 我绕到劫后 才见孤坟 尚无草木 且已颓坏 即从大雀口中 窥见死尸 胸腹拒破 终无心肝 而脸上 却绝不显哀乐之状 但萌萌如烟然 我在一句中不急回身 然而已看见 木杰阴面的残存的文具 决心自食 欲知本位 窗痛酷烈 本位何能知 痛病之后 徐徐时之 然其心已陈旧 本位又何由之 答我 否则 否则 离开 我就要离开 而死尸已在坟中坐起 口唇不动 然而说 待我成尘时 你将见我的微笑 我急走 不敢反顾 生怕看见他的追随 颓败线的颤动 坐于1925年6月29日 我梦见自己在做梦 自身不知所在 眼前却有一间在深夜中 紧闭的小屋的内部 但也看见屋上瓦松的茂密的森林 板桌上的灯罩 是新式的 罩的屋子里 分外明亮 在光明中 在破榻上 在初不相识的 披毛的强悍的肉块底下 有瘦弱渺小的身躯 为饥饿 苦痛 惊异 羞辱 欢欣而颤动 迟缓 然而尚且风鱼的皮肤光润了 清白的两颊 泛出青红 如铅上涂了腌制水 灯火也因惊惧而缩小了 东方已经发白 然而空中还弥漫地摇动着饥饿 苦痛 惊异 羞辱 欢欣的波涛 妈 约略两岁的女孩 被门的开河声惊醒 在草席围着的乌角的地上 叫起来了 还早里 再睡一会吧 她惊慌地说 妈 我饿 肚子痛 我们今天能有什么吃的 我们今天有吃的了 等一会有卖烧饼的来 妈就买给你 她欣慰得更加紧捏着掌中的小银片 低微的声音悲凉地发抖 走进屋角去一看她的女儿 移开草席 抱起来放在破塔上 还早里 再睡一会吧 她说着 同时抬起眼睛 无可告诉的一看破旧屋顶以上的天空 空中突然另起了一个很大的波涛 和先前的相撞击 回旋而成漩涡 将一切并我进行淹没 口鼻都不能呼吸 我呻吟着醒来 窗外满是如银的月色 离天明还很辽远似的 我自身不知所在 眼前却有一间在深夜中 禁闭的小屋的内部 我自己知道是在续着残梦 可是梦的年代隔了许多年了 屋的内外已经是这样整齐 里面是青年的夫妻 一群小孩子 都怨恨鄙夷地对着一个垂老的女人 我们没有脸见人 就只因为你 男人气愤地说 你还以为养大了他 其实正是害苦了他 倒不如小时候饿死得好 使我委屈一世的就是你 女的说 还要带累了我 男的说 还要带累他们里 女的说 指着孩子们 最小的一个正玩着一片干芦叶 这时便向空中一挥 仿佛一柄钢刀 大声说道 杀 那垂老的女人 口角正在静挛 灯时一震 接着便都平静 不多时候 她冷静地 鼓励得石像似的站起来了 她开开板门 迈步在深夜中走出 遗弃了背后一切的冷骂和毒笑 她在深夜中近走 一直走到无边的荒野 四面都是荒野 头上只有高天 并无一个虫鸟飞过 她赤身露体地 石像似的站在荒野的中央 于一刹那间照见过往的一切 饥饿 苦痛 惊异 羞辱 欢欣 于是发抖 害苦 委屈 带泪 于是静挛 杀 于是平静 又于一刹那间将一切并合 眷念与决绝 爱抚与复仇 养育与坚除 祝福与咒诅 她于是举两手 尽量向天 口唇间露出人与寿的 非人间所有 所以无词的言语 当她说出无词的言语时 她那伟大如石像 然而已经荒废的 颓败的身躯的全面都颤动了 这颤动点点如鱼鳞 仿佛暴风雨中的荒海的波涛 她于是抬起眼睛向着天空 并无词的言语 也沉默尽绝 唯有颤动 辐射若太阳光 使空中的波涛立刻回旋 如遭飓风 汹涌奔腾于无边的荒野 我梦魇了 自己却知道是因为将手搁在胸脯上了的缘故 我梦中还用尽平生之力 要将这十分沉重的手一开 立论 坐于1925年7月8日 我梦见自己正在小学校的讲堂上预备作文 向老师请教立论的方法 难 老师从眼镜圈外斜射出眼光来 看着我 说 我告诉你一件事 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 何家高兴透顶了 满月的时候 爆出来给客人看 大概自然是想得一点好兆头 一个说 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 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 一个说 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 他于是收回几句恭维 一个说 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 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 说要死的必然 说富贵的许晃 但说晃得得好报 说必然的遭打 你 我愿意既不谎人 也不遭打 那么 老师 我得怎么说呢 那么 你得说 哎呀 这孩子喝 您瞧 多么 哎哟 哈哈 嘻嘻 嘻嘻嘻嘻嘻 死后 坐于1925年7月12日 我梦见自己死在道路上 这是那里 我怎么到这里来 怎么死的 这些事我全部明白 总之 待我自己知道 已经死掉的时候 就已经死在那里了 听到几声喜鹊叫 接着是一阵乌老鸭 空气很清爽 虽然也带歇土气息 大约正当黎明时候吧 我想睁开眼睛来 它却丝毫也不动 简直不像是我的眼睛 于是想抬手 也一样 恐怖的立足 忽然穿透我的心了 在我生存时 曾经玩笑的设想 假使一个人的死亡 知识运动神经的费面 而知觉还在 那就比全死了更可怕 谁知道我的预想 静得重了 我自己就在证实这预想 听到脚步声 走路的罢 一辆独轮车 从我的头边推过 大约是重载的 哑哑地叫得人心烦 还有些牙齿 很觉得满眼飞红 一定是太阳上来了 那么 我的脸是朝东的 但那都没有什么关系 切切叉叉的人声 看热闹的 他们踹起黄土来 飞进我的鼻孔 使我想打喷嚏了 但终于没有打 仅有想打的心 陆陆续续的又是脚步声 都到近旁就停下 还有更多的低语声 看得人多起来了 我忽然很想听听 他们的议论 但同时想 我生存时 说的什么批评 不值一笑的话 大概是违心之论吧 才死就漏了破绽了 然而还是听 然而毕竟得不到结论 归纳起来不过是这样 死了 嗡 这 哼 哼 爱 我十分高兴 因为始终没有听到一个熟识的声音 否则 或者害得他们伤心 或者要使他们快意 或者要使他们添些饭后闲谈的材料 多破费宝贵的功夫 这都会使我很抱歉 现在 谁也看不见 就是谁也不受影响 好了 总算对得起人了 但是 大约是一个蚂蚁 在我的脊梁上 爬着 痒痒的 我一点也不能动 我一点也不能动 已经没有除去他的能力了 躺在平时 只将身子一扭 就能使他退避 而且 大腿上 大腿上 又爬着一个礼 你们是做什么的 重制 事情可更坏了 嗡的一声 就有一个轻盈停在我的颧骨上 走了几步 又一飞 开口便是我的鼻尖 我懊恼地想 足下 我不是什么伟人 你无需到我身上来寻作论的材料 但是不能说出来 他却从鼻尖跑下 又用冷舌头来是我的嘴唇了 不知道 可是表示亲爱 还有几个则聚在眉毛上 跨一步 我的毛根就一摇 实在使我繁艳得不堪 不堪之至 忽然 一阵风 一片东西 从上面盖下来 他们就一同飞开了 临走时还说 悉哉 我愤怒地几乎昏厥过去 木材摔在地上的顿重的声音 同着地面的振动 使我忽然清醒 前额上赶着卢席的条纹 但那卢席就被掀去了 又立刻感到了日光的灼热 还听得有人说 怎么要死在这里 这声音离我很近 他正弯着腰霸 但人应该死在那里呢 我先前以为人在地上 虽没有任意生存的权利 却总有任意死掉的权利的 现在才知道病不然 也很难适合人们的公义 可惜我久没了纸笔 及有也不能写 而且即使写了 也没有地方发表了 只好就这样抛开 有人来抬我 也不知道是谁 听到刀鞘声 还有巡警在这里吧 在我所不应该死在这里的这里 我被翻了几个转身 便觉得向上一举 又往下一沉 又听得盖了盖 钉着钉 但是 奇怪 只钉了两个 难道这里的棺材钉 是钉两个的吗 我想 这回是六面碰壁 外加钉子 真是完全失败 呜呼哀哉了 气闷 我又想 然而 我其实却比先前 已经宁静得多 虽然织不清埋了没有 在手背上触到草席的条纹 觉得这诗钦岛也不饿 知不知道 是谁给我花钱的 可惜 但是 可恶 收敛的小子们 我背后的小山的一角 皱起来了 他们并不给我拉平 现在抵得我很难受 你们以为死人无知 做事就这样的草率 哈哈 我的身体似乎比活的时候 要重得多 所以压着衣皱 便格外的不舒服 但我想 不久就可以习惯的 或者就要腐烂 不至于再有什么大麻烦 此刻还不如静静地静着想 你好 您死了吗 是一个颇为耳熟的声音 睁眼看时 却是博古斋 旧书铺的跑外的小伙计 不见约有二十多年了 倒还是一副老样子 我又看看六面低壁 韦石太茅草 简直好没有 加过一点修瓜 巨绒 还是毛三三的 那不碍事 那不要紧 他说 一面打开暗蓝色布的包裹来 这是明版公羊传 家境黑口本 给您送来了 您留下他吧 这是 你 我诧异地看定他的眼睛 说 你莫非真正糊涂了 你看我这模样 还要看什么明版 那可以看 那不碍事 我即刻闭上眼睛 因为对他很烦艳 停了一会 没有声息 他大约走了 但是似乎一个蚂蚁 又在脖子上爬起来 终于爬到脸上 只绕着眼眶转圈子 万不料人的思想 是死掉之后 也会变化的 忽而 有一种力将我的心的平安冲破 同时 许多梦 也都坐在眼前了 几个朋友 祝我安乐 几个仇敌 祝我灭亡 我却总是既不安乐 也不灭亡的 不上不下的生活下来 都不能赴任何一面的期望 现在 幼影一般死掉了 连仇敌 也不时知道 不肯赠给他们一点 惠而不费的欢心 我觉得在快意中 要哭出来 这大概是我死后 第一次的哭 然而终于 也没有眼泪流下 只看见眼前 仿佛有火花一样 我于是坐了起来 这样的战事 坐于1925年12月14日 要有这样的一种战事 已不是蒙昧如非洲土人 而背着雪亮的毛色枪的 也并不疲惫如中国陆营兵 而却配着盒子炮 他毫无起灵于牛皮和废铁的甲胸 他只有自己 但拿着蛮人所用的 脱手一致的头枪 他走进无物之阵 所遇见的都对他一事点头 他知道这点头 就是敌人的武器 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 许多战事都在此灭亡 正如炮弹一般 使猛士无所用其力 那些头上有各种旗帜 绣出各样好名称 慈善家 学者 文士 长者 青年 雅人 君子 头下有各样外套 绣出各式好花样 学问 道德 国粹 民意 逻辑 公义 东方文明 但他举起了头枪 他们都同生立了事来讲说 他们的心都在胸膛的中央 和别的偏心的人类两样 他们都在胸前放着护心镜 就为自己也深信在胸膛中央的是作证 但他举起了头枪 他微笑 天侧一致 却正中了他们的心窝 一切都颓然倒地 然而只有一件外套 其中无物 无物之物已经拖走 得了胜利 因为他这时成了枪害慈善家等类的罪人 但他举起了头枪 他在无物之阵中大踏步走 在见仪式的点头 各种的旗帜 各样的外套 但他举起了头枪 他终于在无物之阵中老衰 寿终 他终于不是战士 但无物之物则是圣者 在这样的境地里 谁也不闻战教 太平 太平 但他举起了头枪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坐于1925年 奴才总不过是寻人诉苦 只要这样 也只能这样 有一日 他遇到一个聪明人 先生 他悲哀地说 眼泪连成一线 就从眼角上直流下来 你知道的 我所过的简直不是人的生活 吃的是一天 未必有一餐 这一餐 又不过是高粱皮 连猪狗都不要吃的 尚且只有一小碗 这实在令人同情 聪明人也惨然说 可不是吗 他高兴了 可是做工是昼夜无休息 清早担水碗烧饭 上午跑接夜磨面 请洗衣常雨张散 冬烧气下打扇 半夜要微银耳 事后主人耍钱 头钱从来没分 有时还挨皮边 挨挨 聪明人叹息着 眼圈有些发红 似乎要下泪 先生 我这样是敷衍不下去的 我总得另外想法子 可是什么法子呢 我想 你总会好起来 是吗 但愿如此 可是我对先生诉了冤苦 又得你的同情和慰安 已经舒坦的不少了 可见天理没有灭绝 但是 不几日 他又不平起来了 仍然寻人去诉苦 先生 他流着眼泪说 你知道的 我住的简直比诸招还不如 主人并不将我当人 他对他的巴尔狗 还要好到几万倍 混账 那人大叫起来 使他吃惊了 那人是一个傻子 先生 我住的只是一间破小屋 又湿 又阴 满是臭虫 睡下去 就咬得真可以 晦气冲着鼻子 四面又没有一个窗 你不会要你的主人 开一个窗的吗 这怎么行 那么 你带我去看去 傻子跟奴才到他屋外 动手就砸那泥墙 先生 你干什么 他大惊地说 我给你打开一个窗洞来 这不行 主人要骂的 管他呢 他仍然咋 人来啊 强盗在毁咱们的屋子了 快来啊 迟一点 可要打出窗窿来了 他哭嚷着 载得上团团地打滚 一群奴才都出来 将傻子赶走 听到了喊声 慢慢地最后出来的是主人 有强盗 要来毁咱们的屋子 我首先叫喊起来 大家一同把他赶走了 他恭敬而得胜地说 你不错主人这样夸奖他 这一天就来了许多慰问的人 聪明人也在内 先生 这回因为我有功 主人夸奖了我了 你先前说 我总会好起来 实在是有先见之明 他大有希望似的 高兴地说 可不是吗 聪明人也代为高兴似的 回答他 蜡叶 坐于1925年12月26日 灯下看 燕门集 忽然翻出一片压干的枫叶来 这使我记起去年的深秋 繁霜叶降 木叶多半凋零 庭前的一株小小的枫树 也变成红色了 我曾绕树徘徊 细看叶片的颜色 当它轻葱的时候 是从没有这么注意的 它也并非全树通红 最多的是浅价 有几片则在飞红的上 还带着几团浓绿 一片独有一点柱孔 镶着乌黑的花边 在红黄和绿的斑驳中 明眸式地向人凝视 我自念 这是病叶和 便将它摘了下来 夹在刚才买到的燕门集里 大概寺院使这将坠得 被食而斑斓的颜色 暂得保存 不及与裙叶一同挑散吧 但今夜 它却黄蜡似地 躺在我的眼前 那眸子也不负 似去年一般灼灼 假使再过几年 旧时的颜色 在我记忆中消去 怕连我也不知道 它何以加在书里面的原因了 将坠的病叶的斑斓 似乎也只能在极短时中相对 更何况是聪裕的呢 看看窗外 很能耐寒的树木 也早经突尽了 枫树更何销说得 当深秋时 想来也许有和这去年的模样 相似的病叶吧 但可惜我今年 竟没有赏完秋树的余闲 淡淡的血痕中 坐于1926年4月8日 纪念几个死者和生者和未生者 目前的造物主 还是一个怯弱者 他暗暗地使天地变异 却不敢毁灭一个这地球 暗暗地使生物衰亡 却不敢长存一切尸体 暗暗地使人类流血 却不敢使血色永远鲜浓 暗暗地使人类受苦 却不敢使人类永远记得 他专为他的同类 人类中的怯弱者 设想 用废墟荒坟来衬托华屋 用时光来冲淡苦痛和血痕 日日珍出一杯微干的苦酒 不太少 不太多 以能微醉为度 递给人间 使饮者可以哭 可以歌 也如醒 也如醉 若有之 若无之 也欲死 也欲生 他必须使一切也欲生 他还没有灭尽人类的勇气 几片废墟和几个荒坟散在地上 硬以淡淡的血痕 人们都在其间 咀嚼着人 我的渺茫的悲苦 但是不肯吐气 以为究竟剩余空虚 各个字称为天之路民 以作咀嚼着人 我的渺茫的悲苦的辩解 而且 耸息着静待新的悲苦的到来 新的 这就是他们恐惧 而又可遇相遇 这都是造物主的良民 他就需要这样 叛逆的猛事出于人间 他屹立着 洞见一切遗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 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 正是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 甚至一切已死 方生 将生和未生 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戏 他将要起来 使人类苏生 或者使人类灭尽 这些造物主的良民们 造物主 怯弱者 修残了 于是服藏 天地在猛似的眼中 于是变色 一决 坐于1926年4月8日 飞机赴了制下炸弹的使命 向学校的上课似的 每日上午在北京城上飞行 每听的击剑搏击空气的声音 我常觉到一种轻微的紧张 宛然目睹了死的袭来 但同时也深切地赶着 生的存在 隐约听到一二爆发声以后 飞机嗡嗡地叫着 冉冉地飞去了 也许有人死伤了吧 然而天下 却似乎更显得太平 窗外的白羊的嫩叶 在日光下发乌金光 余夜眉 也比昨日开得更烂漫 收拾了散乱满床的日报 拂去昨夜聚在书桌上的 苍白的微尘 我的四方的小书斋 今日也依然是所谓 窗明激净 因为或一种原因 我开手边教那粒来 积压在我这里的青年作者的文稿了 我要全都给一个清理 我照作品的年月看下去 这些不肯涂脂抹粉的青年们的魂灵 便依次屹立在我眼前 他们是措跃的 是纯真的 呵 然而他们苦恼了 深吟了 愤怒了 而且终于粗暴了 我的可爱的青年们 魂灵被封杀打击的粗暴 因为这是人的魂灵 我爱这样的魂灵 我愿意在无形无色的 鲜血淋漓的粗暴上接吻 调缪的明媛中 奇花盛开着 红颜的静女 正在超然无视的逍遥 鹤唳一声 白云欲燃而起 这自然使人身亡的罢 然而我总记得 我活在人间 我忽然记起一件事 两三年前 我在北京大学的教员 预备室里 看见近来一个 并不熟悉的青年 默默地给我一包书 便出去了 打开看时 是一本浅草 就在这默默中 使我懂得了许多话 啊 这赠品是多么丰饶喝 可惜那浅草不再出版了 似乎支撑了 沉中的前身 那沉中 就在这风沙混动中 深深地在人海的底里 寂寞的明洞 也既经了几乎致命的摧折 还要开一朵小花 我记得托尔斯泰曾受了很大的感动 因此写出一篇小说来 但是 草木在汗干的沙漠中间 拼命伸长它的根 吸取深地中的水泉 来造成碧绿的林莽 自然是为了自己的生的 然而是疲劳枯渴的旅人 一见就宜然觉得 遇到了暂时吸尖之所 这是如何的可以感激 而且可以悲哀的事 沉中的吴提 带启示 说 有人说 我们的社会是一片沙漠 如果当真是一片沙漠 这虽然荒漠一点 也还竞速 虽然寂寞一点 也还会使你感觉苍茫 何至于像这样的混沌 这样的阴沉 而且这样的离奇变换 是的 青年的魂灵屹立在我眼前 他们已经粗暴了 或者将要粗暴了 然而我爱这些流血 和隐痛的魂灵 因为它使我觉得 是在人间 是在人间活着 在边窖中夕阳居然西下 灯火给我接续的光 各样的青春 在眼前一一持去了 身外带有昏黄环绕 我疲劳着 捏着纸烟 在无明的思想中 静静地合了眼睛 看见很长的梦 忽而警觉 身外也还是环绕着昏黄 烟转在不动的空气中飞升 如几片小小下云 徐徐换出难以指明的形象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